这云家的小女儿,乖宝还真是天真可爱 小喜子,你过来瞧瞧,小丫头在跟我请安呢,还叫我黄伯伯 这可比云青燕有趣多了,比老三也好玩 哎呀,这次又该赏赐些什么好呢 皇上,奴才想到一件事情 嗯,说来听听 云家乖宝快过圣尘礼,不如就赏赐些小女儿用的金银珠宝 等她嫁人时作为嫁妆,夫家也不敢随意欺负 动静不会太大,不惹人眼,云家就是安全很多 那你回去库房中挑些好东西,一并送过去吧 今日去贵妃宫中用膳 云家的五间大院子,最近终于落好了 上梁这日,抱着声四起 今日就有我小孙女儿,代替整个云家上房梁 嗯,必须乖宝来 就听云小子的,谁家房子,谁做主,我们就来沾个席气 哎呀,乖宝,收复好了,不要怕啊 爷跟奶啊,在身边护着你 各位长辈们,今日云家祖屋建成 不管以后家里人走到哪里,这里就是我们的坑 先由小女代替阿爷,上梁撒喜 好,好好,好好,好好,我要是有这么可爱的闺女,我也让她上梁 说梦话呢,你哪里会有啊,不,你哪里有钱改房子哦 上梁了 云家大宅院顺利落成汪宫 今年来啊,家中喜事颇多 屡次宴请实在是太招人耳目 我和老婆子商量,搬入新宅子呀就不再白酒 只是家中人吃个饭便可 到时啊,云家兄弟会亲自登门送礼 也算是与大家同乐了 嗯,老源头总算懂点事 这一阵就白酒席 外面人都赶着马车来贺喜 动静太大影响不好 更不要说离这里不远的庄子上都是两种 不安全呀 还真是,别到时起了乱子 燕哥说我们当好消息呢 平时也要谨慎那些从未见过的相报 是啊是啊,云老叔说的有理 听您的,酒席不办 离我们还是要到的 晚点就送到家里去了 哎,可不能推辞啊 这样多伤我们心呢 多谢大家伙儿,谅姐 吃吗? 你看啊 下一个人啦 吃蘭里面都没了 感谢观看